我们现在正在做苗圃 泰国不是农业非常发达吗 今天来到一个有机农场 然后看一下他们的苗圃是怎么做的 因为我们要做自己的路角角苗圃 最好参考一些多一点的苗圃的设计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苗圃 首先这个是一个大盆 对吧 这个大盆刚刚我们量了一下 是5.5米宽 就是这是一个盆 5.5米宽 然后它这样子种种生的话 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根柱子 然后种向的话柱子和柱子之间是4米 我们打算做到苗圃这个宽是要6米 感觉好像还蛮宽的 6米 然后你看 然后它这样子一个盆 对不对 然后一个盆中间就有一个下水的稻 下水的稻 然后就是把水引到那边去 它这个是有机蔬菜 它上面还会加一点防雨盆 还有一些黑颜色的沙 然后它也是自动喷淋的 你看对吧 这个蓝颜色的管子都是水管了 那种自动喷洒的水管 当然这个是蔬菜 所以就是直接是土嘛 然后像叉秧一样的 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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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叉 然后这里还有电箱 你看这样子还挺省柱子 你看这里一个整个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它这个上面还有那个古风的扇子 它这个地你看它怎么做的 地砖呢 那个草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你看你都不用专门种它 它都在这个磁砖 这个砖块之间开始生长 它上面也会写日期 10月17号种的 已经12天了 快将近两个星期了 还差两天 这个是个蔬菜的苗圃 可以借鉴它这个盆子和盆子之间的 这个下垂的管子 我就是那种苗圃顶 它是这么设计的 你看这是5.5米 然后呢后面是4米一根柱子 然后4米一个这个 4米一个这个 4米一个这个 你可以看到它这样子 是可以有空气进去 对不对 有空气可以从这里面进去 然后这是它的苗圃的顶 是这样子做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 它这样的设计呢 也是比较常见的设计 其实但是我觉得有点过于 费这个钢了 钢材了 我们做苗圃 这个东西还是挺花钱的 所以说我们的设计 就没有采用这个设计了 现在我们正在做那个苗圃的盆子上面 然后呢就是我们买的一些建筑材料 已经用那个机器把它凹弯了 本来是直的凹弯了 凹弯了之后呢就是这样子 哦 原来是有这个东西把这个钢丝弄弯了 对吗 对 你问了 你问了 哦 它大概多久做完了 什么时候可以做 师傅正在做 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自己是没法做 必须要找人做 要要戴好那个面罩哈 否则的话 这眼睛不是很好 太亮了 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苗圃的顶哈 这当然这个这条线画了有点长了 然后风可以从这边过去 空气可以流通在苗圃里面 然后这个风吹过来 反正就是不会把这个棚子给吹烂掉 这样子 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是6米长 那总共的长度呢 我们买的是2.5米长的柱子长度 然后其中这个土底下是50厘米 所以这个苗圃有2米高 那苗圃的设计也是需要一些 去反复的参考 要去自己去定义 其实也幸亏我们这方面还是省了不少钱 就是在苗圃设计上面没有花钱 就是主要是要自己多去看 多去问才能够搞定 否则如果你要专门找人来设计的话 苗圃设计费也是一笔钱了 嗯 那不管怎么样呢 美艺就开始在泰国创业了 我是美艺 我在泰国 我要把陆角姐卖到全世界